上集,国王为了给帝国报复性的攻击,擅自启动横插庙,让大气装置坠入帝国。 但事与愿违,除了帝国领地之外,大爆炸席卷了各个角落。 泰坦尼亚在危机之前尽可能地通知一记层内幸存的人前去避难,失去了大气装置。 这里的生存环境对人类更加苛刻、残酷。 皇帝再次失去,获得超构造体子弹的机会后,一个叫田博士的帝国科学家发起挑战。 他打算克隆某个人形战士的技能,帮助皇帝再次找到凯夏、艾斯洛一行人。 凯夏这边,他们躲在一个巨大超构造体箱子里,小心翼翼地生活着。 泰坦尼亚的伤势已经恢复,她和凯夏一起,照顾着只剩一颗头的艾斯洛。 艾斯洛的脑袋泡在培养民里,靠着泰坦尼亚分泌的营养液维生。 照这个恢复速度,势必需要好几年的时间。 凯夏决定去讨伐人形战士,用包衣给艾斯洛提供能量,提高恢复的速度。 凯夏的哥哥自从他人形转化脱胎换骨后,开始了自己的复兴计划。 他成立了真弟弟教,利用四族人形的能力,他能将人形病丧失恢复意识并再生。 于是,许多意识模糊的人形病患者疯狂追随国王,成为教徒。 这一天,国王再次利用四族机械人形的力量,将一名人形病患者转化再生。 凯夏和泰坦尼亚回到了地表撞击坑附近,他们发现帝国军在此布置了许多战略据点,用来搜寻艾斯洛。 凯夏选中其中一个据点作为开始,在打量着敌方战力时,真弟弟教会的人形机械突然在另一头出现。 帝国军的哨兵发现后震惊不已,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景象,三名人形再生者带领着人形病丧失大军向他们走来。 再生人形大喊,他们是为了解放人类而来,要求帝国军立刻释放人质,语音刚落便大胆出手,一声令下,丧失蜂拥而至。 帝国的小兵立刻应战,但完全不及对手,三名再生人形各怀绝技,远程射手近战刺客和魔法攻击,再加上一群丧失小兵,简直战无不胜。 帝国的人形战士在高处看清敌人的能耐后开始登场,本以为二人的小算盘能给敌人造成重创,但是再生人形的身体强度却意外的坚硬,根本打不破。 随后两名帝国人形被快速处决,他们的褒衣被收入囊中,再生人形救出了被关押的人类后,还没等人类道谢,就说出了更可怕的要求。 摘下你们的面罩,我们是来解放人类的,这里是人形之国,只接纳肉体解放后还能存活的人类。 好家伙,原来是灵魂解放。 凯夏和泰坦尼亚爱莫能住,只能远远看着人类一个个倒在地底窖面前。 凯夏和泰坦尼亚决定埋伏另一边的帝国飞船,夺取鲍伊,一道闪电打断飞船的动力源。 飞船坠毁在地面后,凯夏和泰坦尼亚二人强强联手, 打败了飞船里的帝国人形,顺利夺取了他的包衣。 正当要离开时,回头就遇见了地底窖的再生人形。 他们也是前来讨伐这里的帝国人形采集包衣, 发现凯夏领先一步,便放出狠话。 凯夏从他们的口中得知,他们的领袖还真是自己的哥哥,国王卡基万。 这让凯夏更加厌恶起来,哥哥做的任何事都是错误的。 再生人形也没什么好说的,国王有令遇见凯夏等人不能动手, 于是只能无奈地离开,空手而去。 凯夏将带回来的包衣立刻拿给艾斯洛吸收, 艾斯洛瞬间长出半个身子,让他高兴不已。 此刻,凯夏比任何时候都要关心艾斯洛的状况, 他对艾斯洛的情感也在这个时期升温, 他更加勤奋地去地表,寻找包衣。 艾斯洛也慢慢地恢复人形。 真弟弟教会是国王获得人形力量后成立的, 当时他带着自己身体孵化的四族人形, 也就是泰坦尼亚的复制品,来到了弟弟遗迹的最底层。 他也和帝国军一样想进入地底世界, 他试图让四族人形打开隔绝的超构造体, 但四族人形无视了这条指令。 虽然国王没有得逞, 但在意外中发现, 四族人形具有将人形并丧失恢复神志的力量, 于是认为这是地底之神的旨意, 暗示他希望他能带领丧失大军消灭帝国, 给地表带来统一和平后,就能进入地底世界。 之后不久,真地底教会便开始出现, 如今一些恢复意识的人形, 因为国王的命令做出了不少与帝国无异的屠杀行为, 他们慢慢觉醒了意识和怜悯, 但这似乎是不被允许的。 国王知道后,认为多余的感情只会阻碍自己的计划, 于是将拥有情感的再生人形处决。 帝国这一边, 杰特收到了命令, 前往协助某个秘密武器的运输和实验, 那是一个无法空运, 只能录运的巨型装备。 杰特和托奥斯来到了运输车后, 得知这个秘密武器是出自田博士之手。 在博士的带路下, 杰特看到了秘密武器的真面目, 那是一个巨大的人形克隆体, 他正泡在水池中, 时刻做好苏醒的准备, 而且这个巨人克隆的对象, 正是杰特本人。 巨大化的, 除了杰特克隆体外, 还有人形转换代码装置, 田博士说, 之所以选择杰特作为克隆, 是因为他的人形战士属性最容易复制, 利用放大版的黑客技能, 连接周围所有机械生物, 就能快速找到艾斯洛等人。 这里言外之意是, 杰特其实是很容易被替代的人形, 一旦巨型克隆体转化成功, 杰特很快就会失去用武之地。 也正是这一幕开始, 杰特对帝国的忠诚度开始下降。 巨型代码像导弹一样缓缓竖起, 起重机质量堪忧, 突然断了脊柱。 眼看巨型代码要砸向地面, 士兵们吓得鸡飞狗跳, 田博士当场晕倒, 杰特暗中自喜。 这时候, 托奥斯利用金属撑起了巨型代码, 化险围移。 巨型代码就位后, 巨人克隆体也开始出仓。 一切准备就绪, 代码启动, 一道巨大加粗的光柱冲进南郊。 远处的凯夏和泰坦尼亚 注意到了这波巨大的动静。 随着弥物散开, 眼前一名巨大的正规人形战士, 转化成功。 以上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,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, 视频警察术故事大纲, 想要了解更多内容, 请务必观看二书原著漫画,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